沈州11号飞船在内蒙古草原着陆 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冬季执行载人飞船回收任务 打风 沙尘暴和冰面等恶劣的自然环境 将会给地面和空中搜救分队的演练带来什么难题 跟随搜救队员记录飞船返回舱着陆背后的坚信付出和努力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 返回舱搜寻探秘 内蒙古四子王岐的草原 是所有沈州系列飞船回收的地方 这里也被誉为沈州的家园 在这片广阔的草原上开车 虽然没有什么参照物 但在李战山看来的却并不是什么难事 从沈医到沈时 李战山都是地面搜救分队的队员 他还有一个绰号叫活地图老李 沈时之前每次搜救任务就一个分队 整个车队就是由我来负责带这个车辆 这一天是2016年11月13日 距离沈州11号飞船回收任务 还有五天的时间 尽管对这片草原的地形地貌并不陌生 但是在冬季执行载人飞船返回舱回收任务 李战山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冬天 内蒙古的天气比较干燥 局部土质松弱 在气温很低 风雨很大的情况下 李战山他们担心的情况出现了 沙尘暴天气 在内蒙古的冬季并不少见 但是这样的天气 此刻对于执行飞船返回舱回收任务的人员来说 却牵动着他们的每一根神迹 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想到 你不可能预测那一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如果你不做好充分的准备 如果出现应急的情况和处复复杂的情况 你就会措手不及 那么任何措手不及 对于我们这样重大的任务来说 都是不能容许的 飞船返回舱的搜救 分为空中和地面两种方式 一般情况下 地面风速达到每秒18米以上 就不能满足直升机起飞条件 只能依靠地面去搜救 李战山他们的这辆车 是地面搜救分队 于北京飞行控制中心的 唯一通讯中枢 虽然现在是地面搜救演变 但李战山他们要迅速找到一条路 才能带领大家前进 风沙很大 能见度最低的地方 甚至也就一两米 草原路尽管比较开阔 但驾驶员的视野受限 车队的行进也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不好看 它这沙子都比较多 容易陷着 对 在冬天它这个 你草慢慢地干枯了以后 这个地上这个沙沉 就慢慢容易起来 再加上风力稍微大一点 就会有沙沉 当时直升机如果起飞不了的话 就在地面先独立搜索 然后等天气跑软的时候 空中空队再去搜索 所以对地面来讲 搜索的难度就会增大一些 在地面搜救演练中 李战山他们遇到了坏天气 而在空中搜救分队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 咱们现在去的 就是咱们那个模拟返回舱 为了加强平时的训练 各种演练状态的设置 我们专门定制了一台 这个模拟返回舱 就是为了达到我们演练 和训练的真实有效 李涛是飞船返回舱的开舱手 由于执行了 神州系列飞船 所有的开舱任务 他被大家称为 神州第一开舱手 每一次飞船着陆时 李涛搭乘的直升机 总会第一个到达 飞船返回舱的着陆点 作为开舱手 他也是第一个冲向 飞船返回舱的人 返回是大部分是青岛的 只有深山和深流 是直立状态的 其他时候都是青岛状态的 这个事情我每次都经历 肯定记得很清楚 而且基本上 都是我第一次到达现场 如果返回舱是直立的 要向开舱 李涛还必须借用一个专门的折叠梯子 这整只基本是联动的 你看到没 这个时候我们顺便 就它拉直 这一钩它又给削上了 这是削钉都削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在这个状态 就可以 对 就是这样挂上去的 正常我们任务的时候 训练可以两天 但是正常任务 我们是一个人操作的工作的 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 打开梯子的过程 李涛却在提高速度上 下足了功夫 这就是为了快速 我们正能争取一秒 是一秒快速的打开 打开这批 挂到上面去 然后第一时间上去 把承门打开 拉直 对了 身边 这个可以放了 然后再拉底下 对 看 对拉好 挂好挂直 对 行了 头就开始出来了 然后再从侧面 翻过来之后直接挂上 航天员从失重的环境下 返回到地面 搜救队员都想第一时间 了解航天员的身体状况 这次神舟十一号 航天员京海旁和陈东 在太空环境中待了三十三天 是历次航天员 在天上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 李涛就是想练好这个细节 为快速打开舱门做准备 平时在工作上 比如说咱们这些 平时练翻后台这个开门 还有这个折摊梯 是每个科目 它是一样一样来的 边讲边示范 就是我们每个人 就学到心里 学在这 关键的时刻就是在任务中 如果和他的岗位 他和他的岗位 如果发生冲突 这个环节 如果没人替补的话 而且作为我们任何一个人 就是学会之后 都要时刻时刻地顶上去 返回舱是不导工设计 这个时候你人压上去 或是有重心 快往那边移动 但是这时候你不要怕 它肯定上到挂着 底下它就落着 你是弄不下来的 也就是说你上的时候要交 一定要注意挂 不然的话会跌下来 你看这 这样走 尽量轻一点 不要让过度的晃动 能够保持返回舱的 这个返回来的时候 所有数据的原始姿态 返回舱从大气层 落到地面时 航天员还在舱里面 避免晃动 也是为了给 刚刚从尸动环境下 到达地球的航天员 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返回舱返回时 由于和大气层的摩擦 会伴随着一团大火 冲向地面 舱内气压和外界不一样 打开舱门 也不能只是单单求快 它外边是高温 它里边本身就是一个 密闭的环境 所以它里边 肯定是一个高压状态 然后当它落地的时候 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 它肯定温度没下降 它的气压肯定还是很高的 我们第一天到现场 首先要是进行 舱内外的气压平衡 我们就不能太快了 太快了航天可能一切受不了 如果太慢的话 又会当我们后面的救援程序地进行 和高压过的原理一样 加热后不能突然打开锅盖 必须等里面的气压释放之后 才能打开 返回舱也是如此 如果突然打开舱门 就会对航天员的身体有影响 基本上渐弱的时候 然后把我们的开舱工具 精准地放进去 放进去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一点 首先要给把手那边套个绳 这个是我们一方万一 如果说航天这时候 已经自成起立了 它脱离要复苏以后 它会自行起来 站起来 但是这个 你起来这个舱门 你要是打开以后 瞬间打开 啪就掉下去了有可能 就把航天伤了 返回舱的舱门 有四五十斤重 尽管返回舱舱门有把手 但是为了防止舱门打开时 突然滑入砸到航天员 从第一次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落到地面开舱时 里套都会准备这样一根绳子 紧紧地绑在手上 返回舱开完舱以后 它是一个单荷叶的 有可能导致转轴的 有可能导致转向舱门 哗下去下去 因为它这个质地 它重力在向下 所以我只能自从事 通过开完舱以后 然后先开胶缝 给底下就上下联动一下 慢慢地缓慢地放下去 保证不会伤到航天员 对立涛来讲 开舱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细节 早已已经十分娴熟 但是载人飞船 第一次在冬季返回 立涛他们还要准备得 更充分一些菜系 冬天内蒙古的天气 零下一二十度的时候 当你手摸着这个铁的时候 也就是你把手套摘了之后 你摸着它 你一拿掉 你手这皮 就绝对是会掉的 就是我们老大哥李涛同志 他当时双手皮都掉了 冬天那么冷 你双手皮掉了 你那个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在精神上 思想上 就是说他是搜救老大哥 我们对他是特别崇拜的 从神医到神识 李涛一次也没有落下 虽然每次执行任务 真正和飞船返回舱 接触时间并不长 但是 为了完成好 每一次的开舱任务 眼前的模拟返回舱 却整整陪伴了他 17年 几天看不到他 或者说这个长时间里 不去动动看看他 动动什么 操作操作他 我觉得准备到心里 缺了啥 我从第一天到今天 一直在给他在一块 你感觉到 那是肯定的 转型到比较陌生的 通讯港贝 火地图李湛山 有着怎样的经历 模拟返回舱 被设置在了冰河里 开舱手李涛他们 该如何开辟编道 军事技史正在播出 返回舱搜寻探秘 从沙尘暴里面回来 为了确保车辆设备的状态 不会出现异常 李湛山还要仔细检查一下 这一次冬季执行 载人飞船回舱任务 对设备来说 也是一次全新的考验 而李湛山掌管的设备 还真不少 他之前从事的专业和现在从事的专业是不一样的 之前从事的专业我们称之为定向专业 现在从事的专业叫搜寻通信专业 测上了保险坏了 所以老李相当于转行了 像以前你是学一个地理信息方面的专业专业知识 现在要学的话 基本上就是全是通信方面的东西 要从头再学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重新开始呢 是的 这每一条线每一个接口去哪儿的自己都要记下来 画得好细啊 就是自己学习的一个记录 这个是就是万一有什么不知道的地方还可以进行查 2014年之前地面导航设备不多 在草原上进行地面搜救 主要靠人工带路 而现在李占山是地面搜救分队唯一通讯中枢的工作人员 他负责的是地面搜救分队与北京飞行控制中心的通讯 但是每次到草原来 李占山还是要带上他的老设备 这些设备从神医就开始陪伴他 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 现在我们有一个导航设备 导航设备上显示一大部分的路 但是因为它那个并不是实时更新的 一些路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 或者最近几年经过路面压出来的 那可能在原来的那个集团上就必须地显示出来 所以老里这个这项技术现在还有用吗 就是我们每次任务进来以后 还要进行地刊 地刊就是一个是熟悉这个 查区里特有没有新建的 新增的这个基站啊 什么这些危险物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把这个 新增加的路 可以在新的导航系统上做处理 2016年11月16日 距离神州11号飞船回收任务还有两天 这一天 空中搜救分队的演练是一个特殊情况 慢点啊 慢点啊 再走十米就稍微慢点 越慢越好 就下距下 因为今天这个夏季 这个内蒙草岸的这个雨水比较多 在我们的正常着陆区范围内啊 有好多这么 像那个可能没这大 但是跟它差不多的水泡 大概有个一米来深 我们的反驳舱 也有可能落到这里面 这个生物冰应该就在两天公分后 但是扔上去 也不行 这个反驳舱砸进去 肯定是砸破了 然后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个气温 找一条冰道过去 赶到反驳舱跟前 然后第一时间 根据这个反驳舱落到水里边的 这个是青岛 垂直直直态 然后进行这个 再进行后续的处置 岸边的泥土看似十分坚硬 但是要想通过这块区域 到达模拟反驳舱那里 却必须要小心 咱应该带点长布条过来 这么快就长布条 实际上 无论冰面是否结实 航空员都不能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处舱 所以现在李涛他们要按照散回舱 落入水中的相关预案去做 你看啊 这个冰基本上现在你看 都是大概两三公分厚 砸一砸就可以 都能砸透 内蒙这个情况就是冰 一层一层的结一层一层的结 最后结得很厚了 就是现在就是 所以初期 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能够 就我们还能破开一条道 过去把仿舱正常处置的 你听着表表的风骨 然后耳朵在外表 肯定你看我的耳朵动了 基本上都是这种温度 看到太阳很困难的温度 那么最低的时候 您训练的时候大概多少 这个到 我们曾经执行过任务的时候 020度 28度 正常任务 它是多少度 就是多少度 我们不能去科医 去找这种 这个好天气训练 它有可能刹车回来 我们就针对刹车去训练 我们为了在这个 这里边训练 我们专门准备这种水裤 我们夏季有时候也穿 秋季也穿 各种准备都会做到吧 看 这边可能会越来薄 到时候厚的时候 可能要这么厚 两三公分厚 你儿子不弄完 他到时候把皮裤就划烂了 皮裤划烂 咱自己也受伤 干好活 要把自己保护好 既不能耽误救援航天员 也不能把我们自己搞伤 对吧 是还有点薄 不是很厚 还可以 现在下面的 你都是充气的 你也不可能里边太厚 冰的有时候也很尖 还锋利 划烂了 不就用不成了吗 冻了二十分钟之后 李涛他们的冰道开辟工作 算是完成了 这就是你们开那个冰道是吧 对 基本上这个宽度就够冰 下面一天过去了 看着不难 咱们就是在里边干活 有点难受 很棒很棒 很棒很棒 现在脚都没治觉 有点水 有点水滲进去了 下水的五花 尖别火 有话刮火 刮火 刮火的刮火 还没 这个火冲击的冷 我们也是把这个 主要是目的 先把这个火干 让最起码 我们要保障在我们手 在我们的程序中 不能让房间出任何问题 对吧 很期待和那边回来 那肯定了 我们过来 等他回来了 看看他健康猪 是我们这个目前为主 最大的期限 2016年11月17日 再过一天 神州11号返回舱 就要回到地面 空中搜救分队的李涛 也难得地碰见了 地面搜救分队的李战山 我们俩九十年一毕业 一块儿到了 感情很深 感情 你想想 一辈子 我们俩在一块 目前九十年到现在 一共是待了十七年了 一辈子有多了个十七年 这个事业 这个工作 当我中间 连在一块儿了 没想到 能够干得那么多 因为这个队伍 事业是不断地发展 人肯定不断更新 就是咱们两个 你保障地面指挥部的通信 我保障是空中指挥部的通信 你这边 地面指挥部 虽然可能没有 那么长时间到 那么快到 它是一样重要的 一样的 到时候图像 我们拍的图像 肯定也通过 北京飞行东西 都给你传回来了 我们看到了 到时候 第一时间到了以后 我就给你联系 回来到时候别洗手 大家还抢着给你 有什么 没问题 没问题 好好 一线胜利 去给长 好 走了 我先到这儿 等我回来 请接点 2016年11月18日 也是神舟11号飞船 返回的日子 13时52分 空中舟舟分队 率先发现了返回舱 这一次 打开返回舱舱门的 不是李涛 而是航天员自己 天员自己开了 他们自己开了 然后我进去把那个舱门固定 什么 看我们绳子带着 只要健康康的 谁干都是干 李战山所在的地面走救分队 也随后到达了现场 他所负责的通讯任务 也十分繁忙 就像李涛和李战山一样 有太多的人 为这一刻付出了艰辛和努力 而他们也托聚起了 中国航天事业 实现着一次次的跨越 中国战区陆军狙击手比武竞赛 即将拉开帷幕 这是中国战区成立之后的 首次狙击手比武大赛 而在这次比武竞赛中 54集团军参赛队 能否经受重重考验 一名预备队员 又是怎样走上赛场的 他和队友在赛场中 经历了怎样的42小时 军事技史近期拓出 狙击枪手对决技 可以判断务赛 我去给你 成立之后